一场重要的网球比赛结束了 咱们中国的运动员郑清文 输给了赛会的二号种子 选手萨巴伦卡 没能进到半决赛 盟女萨巴伦卡在本届每网手感火热 无场比赛紧丢一盘 数据显示 萨巴伦卡的平均正手速度达到80脉 超过本届比赛的一众男子顶级选手 排在榜首 尽管郑清文在此前与萨巴伦卡的交手中两战皆末 但当天他也打出了风格 展现了自己的韧劲 这场比赛中 郑清文打出5GA 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 一发得分率为74% 两项数据均高于萨巴伦卡 比赛开始的时候 两边都挺快的找到了状态 可是郑清文在这儿 无论是发球还是打正反拍球都不如对手厉害 特别是他的那种特别强力的球 在对手的猛攻下就变得不令了 结果呢 他输了两局 一局是1比6 另一局是2比6 输球之后 郑清文看起来挺失落的 不过他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记者问他是不是前一天晚上两点才结束比赛 所以影响了今天的比赛时 他说 当然有影响 尤其是两点半以后我才睡着 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怎么睡 这影响真的很大 因为我没怎么练习 我觉得昨天我表现得很糟糕 一直醒着 想打网球 但我感觉自己做不到 接着他还说 我知道 我是说别的选手的比赛也经常很晚才结束 我不能抱怨什么 因为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 如果我昨天打得不错 也许今天能帮到我 但也没关系 确实郑清文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才睡着 这对他来说影响挺大的 特别是对亚洲选手来说 时差本来就让人不舒服 再加上没怎么休息好 结果就是以0-2被对手给打败了 这事儿让人觉得有点可惜 郑清文在这次没完比赛后 结束了他的旅程 他在与萨巴伦卡的三次对决中 都以0-2的成绩输给了对方 就像是面前有一座大山挡着 他还没能翻过去 郑清文的大满贯冠军梦想还没有结束 对于这位21岁的年轻选手来说 他的未来之路还很漫长 虽然这次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只走到了八强 但这已经是他去年在美网比赛中取得的最佳个人单打成绩了 他展现出来的潜力是巨大的 就像萨巴伦卡曾经说过的一样 郑清文终有一天会拿到大满贯冠军 2023年 郑清文在无声无息终成场为一位真正的大赛强者 他在2024年奥运会上勇夺女单金牌 这无疑是他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 奥运冠军的加冕 也让郑清文在新赛季焕发出第二春 在此之前 他的大满贯成绩一直停留在16强和8强的水平 但现在状态神勇 奥网和美网双双打进8强 相比于此前的表现 这已是巨大进步 这其中 奥运会金牌的作用不言而喻 获得奥运会最高荣誉后 郑清文无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心理素质更加沉稳 在面临强敌时不再出现之前的紧张和焦虑 身体状态也有了质的改变 发球 移动 击球等全方位表现都有显著提升 对郑清文而言 奥运会金牌的收获无疑是事业的巅峰时刻 而这也成为了他在后续大满贯赛事中再创佳绩的基石 不过 与之相对应的是 当郑清文迈向顶峰的同时 他也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 白俄罗斯滚石萨巴伦卡 正是当今女子网谈的绝对No.1 在郑清文与萨巴伦卡的多次交手中 他始终无法找到破解对手的有效办法 这也成为了他修复短板 进一步提升实力的必由之路 对于郑清文来说 萨巴伦卡无疑是他必须要跨越的最高山峰 尽管他已经取得了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的娇人成绩 但要真正成为当金女网谈的统治者 还需要在与萨巴伦卡的对抗中取得突破 在本次美网八强赛前 郑清文曾坦言 我知道他是硬地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 我已经期待这个时刻许久了 如果想成为最好的球员 你必须逾越各种高山 他是目前横跟在我面前的高山之一 可以说 自从2023年美网八强相遇后 这场应战就成为了郑清文必须要跨越的一座大山 尽管他在今年的奥网和本届美网均布迪萨巴伦卡 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在与对手的交锋中日益成熟 进步 从单单无法抓住机会 到现在能够在关键时刻咬住局势 再到在机球速度体能等各方面的进步 郑清文正在一点点缩小与萨巴伦卡之间的差距 在未来的较量中 他必将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最终掌握战胜强敌的主动权 这不仅仅关乎个人的梦想 更关乎中国女子网球事业的进一步腾飞 在美网出局后 郑清文下一个目标将瞄准2024年WTA年中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宏大目标 据悉 文网冠军克雷吉·茨科瓦已经锁定了一个参赛名额 而郑清文目前排名第九 距离第七的佩古拉还差526个积分 这意味着郑清文需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奋力冲刺 以确保自己能够最终入围着各备受瞩目的总决赛舞台 2024年WTA年中总决赛将于11月2日至9日 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 总奖金高达1525万美元 创下历史记录 接下来两年 这一赛事还将继续在此地举行 并且奖金还将进一步提升 对于郑清文来说 能够参加这个顶级赛事 无疑是一个既艰巨又值得期待的目标 这不仅意味着她已经成为了 当今女子网谈绝对顶尖的一员 也代表着她将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一展身手 与其他一线好手一决高下 如果能够在这个赛事中取得突破性的表现 那对于郑清文来说 绝对是事业的又一次升华 这将不仅强化她在中国网球界的领袖地位 也必将让她在国际网谈上的声誉更上一层楼 因此在未来的赛事当中 如何冲刺进入年终总决赛 无疑将成为郑清文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头等大事 只有通过这个舞台的洗礼 她才能最终走向真正的巅峰 成为当今无可争议的女子网谈天后 经历了连续多年 无法突破萨巴伦卡这座高山的挫折 郑清文无疑备受煎熬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斗志 反而郁佳坚定了自己向着更高远目标进军的决心 在美网出局之后 郑清文立即把目光瞄准了年终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她目前排名第九 距离进入年终总决赛的第七名仅差526分 这意味着 郑清文必须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奋力拼搏 努力在积分榜上继续攀升 才能确保自己最终入围这个顶级赛事 对郑清文而言 能够参加年终总决赛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这不仅意味着她已经成为当今女子网谈的绝对主角之一 也代表着她将有机会在这个备受瞩目的舞台上一较高下 与其他一线好手一决胜负 如果能够在年终总决赛上取得不俗的成绩 那将无疑是对郑清文职业生涯的最佳助角 这不仅能够强化她在中国网球界的领袖地位 也必将让她 几分榜上快速攀升 最终确保自己能够在年终总决赛上一盏雄风 只有通过这个顶级赛事的洗礼 郑清文才能最终走向真正的巅峰 成为当今无可争议的女子网谈天后 我们相信 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 这一梦想终将实现 萨巴伦卡这个 是什么了 难道真的就这么大的差距吗 说起来郑清文这次没网之旅也是够倒霉的 前一场比赛打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 这谁顶得住啊 正常人都 更别说还 被萨巴伦卡一顿暴打 开局三个0比0就落后了 好不容易保住一个发球局 结果人家又连下三局 6比1轻松拿下手盘 这也太惨了吧 要知道郑清文可是前四轮发了三个 这种拿手好戏都发挥不出来了 次盘开局郑清文还想挣扎一下 可惜实在是力不从心 萨巴伦卡一顿暴打 郑清文后面稍微回过点神 但还是被对手死死压制 最后6比2再下一城 总比分2比0轻松晋级四强 整场比赛郑清文就像割业余选手似的 一发成功率才40% 二发更是惨不忍睹 只有30% 郑清文输得这么惨 也不全是因为没休息好 他和萨巴伦卡的实力差距 确实还是挺大的 萨巴伦卡可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顶级高手 而郑清文目前还只是个新秀 能打进8强已经很不容易了 回顾两人之前的交手 郑清文就没赢过 去年的WTA1000星星那题战 郑清文就是0比2输给萨巴伦卡 今年的澳网更惨 直接0-6 2-6被横扫 这次每网虽然比分稍好一点 但实际上还是被碾压的 有网球专家分析说 郑清文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经验不足 在关键分上总是容易紧张失误 这场比赛郑清文的非受破性失误 多达22个 比萨巴伦卡整整多了10个 而且在重要球上经常发挥失常 完全打不出平时的水平 看来心理因素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不过话说回来 郑清文能在没网打到8强已经很不错了 要知道他可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8强啊 虽然输得有点惨 但能和世界顶级选手交手 本身就是很宝贵的经验 相信经过这次比赛 郑清文会有很大收获 为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说到郑清文这次比赛状态不佳 很多球迷都把矛头指向了赛程安排 有媒体报道说 郑清文赛后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确实比较疲惫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虽然郑清文没有直接抱怨 但话里话外都透露出无奈 其实不只是郑清文 很多选手都对美网的夜场安排有一件 去年的美网 纳达尔就因为凌晨4点才结束比赛而抱怨过 今年的温网也因为肖禁问题引发争议 看来大满贯赛事在平衡商业利益和选手权益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不过话说回来 职业选手就应该有职业选手的觉悟 你想拿高额奖金 就得适应这种高强度比赛 郑清文虽然这次输了 但至少拿到了35万美元的奖金 也算是不小的收获了 虽然郑清文这次止步八强有点遗憾 但他的表现还是给了中国球迷很大希望 要知道自从李纳退役后 中国网球就一直处于低谷期 现在终于又有一个小江杀入大满贯八强了 这简直是一针强心剂啊 有专家分析说 郑清文的打法其实很适合硬的 他的发球威力很大 正手抽击也很有杀伤力 只要再积累一些经验 相信他在未来的大满贯赛事中会有更好的表现 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对郑清文期望太高 毕竟他今年才21岁 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像李纳当年拿法网冠军的时候都快30岁了呢 郑清文现在最重要的是沉淀自己 积累经验 相信假以时日他一定能成为世界顶级选手的 郑清文这次美网之旅虽然只不八强 但已经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虽然输给萨巴伦卡有点惨 但这也反映出他和顶级选手之间还有差距 相信经过这次比赛 郑清文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在未来的比赛中会有更好的表现 萨巴伦卡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就如同郑清文自己说的那样 萨巴伦卡就是自己职业生涯上的一座山峰之一 可见对手实力之强 从以往的交战成绩来看 郑清文就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此人完完全全就是郑清文的克星 郑清文每晚能走多远 取决于萨巴伦卡的腿粗不粗 虽然有些许荒诞 但是话操理不操 萨巴伦卡势头正胜 给人造成了一种压力感 而且萨巴伦卡的打法 在一定程度上克制着郑清文 郑清文没有一次战胜过萨巴伦卡的经验 所以在他心里 本来就存在着挑战失败的心理阴影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 与萨巴伦卡这样的全球顶尖高手相比 郑清文在竞技赛场上 展现出的综合能力尚显稚嫩 特别是在一发的速度与精准度 二发防守的稳定性 正手直线的穿透力等关键技术上 仍有显著的提升空间 希望郑清文在未来能够持续精进技艺 不仅填补于顶尖选手间的差距 更能在明年的比赛中实现突破 挺进四强 为国家荣誉在天辉煌篇章 对于中国网球来说 郑清文的崛起无疑是个好消息 希望他能继续努力 为中国网球争光 比赛队 本会 Internet 清文 联监